说真的,这种国与国之间的事情,真的心累 斗智斗勇 每年我们抓到并暗地处决的国外特殊人员 和我们国家牺牲的特勤人员不计其数 云霄无奈地说 其实有些时候我在想 如果什么时候全世界真的和谐了,该多好 这是不可能的 叶昊轩笑了笑 天下气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这是运输,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而且不同的种族会有不同的想法 如果要他们和和写写地生活在一起 这简直比登天还要难 我知道这非常难,我也只是想想 云霄笑了笑 叶昊轩 我不知道你对于心理医学方面如何 一般吧 中医部擅长心理方面的医学 这点我承认 还是西方的心理学比较好 我们华夏也有类似于心理学方面的东西 如到家的大道理都懂 但如果治疗抑郁症这些东西 效果不是太好 但如果一个人的精神力很强大 它能够直接影响心理病人的心神 再加上引导 能治好一个人的心理问题 这也不是什么难事 叶昊轩想了想又到 其实你不知道 华夏天宫除了六部之外 还有一个隐藏的部门 这个部门是干什么的 这个部门就是搜罗华夏各大特殊部门 因长期从事情报 暗杀等特殊人员的 他们因为见过了太多的戏 所以心里有些特殊问题 居然还有这么一个部门存在 我居然不知道 叶昊轩倒是有些意外 他问道 那里面的人多吗 多 很多 云霄点头道 大部分都是一些上过战场 或者说受过外国特工摧残后 心里崩溃的人 也有一些因为神经崩得太紧 结果导致自己出事的人 这种人太多了 多得数不胜数 那些人都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呢 叶昊轩来了兴趣 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暴躁 有些人因为长期潜伏在国外 要和国外的特工做斗争 他们时刻都保持着警惕 正因为是这样 所以他们的神经根本就松不下来 稍有风吹草动 就会迅速地做出反应 长期这样 导致他们的心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些人甚至精神崩溃 敌有不分 还有些人自残自杀 他们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关爱 云霄缓缓地说 你在里面待过吗 叶昊轩看着云霄 我的心理承受能力还行 云霄笑了笑 但是我去过那里 因为我送我最好的一位部侠 去那里治疗心理问题 可惜啊 自从我送他进去之后 就再也没有过他的消息了 我不知道他在里面到底怎样 因为人一旦送去 他的档案和各种消息都会与事隔绝 想要再见到 恐怕就难了 云霄悠悠地说 直到现在 你也一直没有他的消息吗 叶昊轩感觉到有些不可思议 就算是心里有问题 但是送到那里的目的也是治疗 凭什么 人一送去 就再也没有一点消息了 对 直到现在 我一直没有他的消息 云霄微微地点点头 或许 他已经不在人时了吧 因为我听说 那种心理问题是很难治疗的 一般情况下 患者的情况都会越来越重 有一部分人或者会康复出院 但是绝大部分人 说到这里 云霄顿了顿 很有可能 会死于自残之下 你说的这些 以前我真的没有了解过 叶昊轩叹了一口气 想了想到 如果这次非洲回城之后 我有时间的话 我一定会去那里看看的 我会用我的方法 为他们尽些绵薄之力 毕竟 他们是国家的英雄 戎马一生的他们 不应该有那样的下场 谢谢你 云霄认真地看着叶昊轩 我替所有的人 先感谢你一下 我是医生 叶昊轩笑了笑 我存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 不仅仅只是给普通人看病 看来 我得好好地研究一番心理方面的问题了 好了 飞机开餐了 我们去吃饭吧 云霄看了看时间 这个时间点是晚餐 不了 我来的时候吃过了 现在不饿 叶昊轩看看时间 现在正好是八点正 他六点多的时候 才在家里吃过饭 现在根本不饿 你还是去看看吧 在那里 有很多你的小迷妹呢 他们听说和你同行 一个个兴奋得不得了 云霄微微一笑 而且那个意料小组的人 你也应该认识一下 嗯 那好吧 叶昊轩想了想 然后 站队前 他和云霄一起 向餐厅走去 飞机的餐厅是在尾部 这个大飞机内部 是经过改装的 不仅有乘客坐的地方 更有休息娱乐的地方 而且餐厅的地方不小 完全能够容纳 一大部分人在这里用餐 飞机餐是土豆炖牛肉 就算是在豪华的航班 飞机餐也不可能太丰盛 毕竟这是在办公中 资源有限 不过大厨的刀工和手法都不错 牛肉切得薄如纸片一样 土豆的味道也是很好 叶医生你好 我是这次医疗所的组长 刘晴 刚到餐厅 一个十分有韵味的女人 便迎了过来 她的年纪应该不到 刚满三十的样子 但这个年纪的女人往往 却拥有着十分致命的诱惑力 书透了的年纪 一举一动 都透着一股无法言语表达的风情 她的一举一动都充满了韵味 你好 叶好全和她握了一下手 叶医生 这次去那里的研究 我们可要靠你了 刘晴笑道 病菌这些 西医式强项 我过去只是测测人数罢了 大多数的地方 还是要你多操心呢 不 不是这样的 刘晴摇摇头 我们这一次 去那里全是协助你的 因为那种未知的超级病菌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来源 世界卫生组织 早就派了一批医学界的精英强项 前去调查 但是对于那种顽固 又找不到感染体的病菌 他们是没有一点办法 现在 世界卫生组织把所有的目光 全部放到了中医身上 叶医生退行中医 可以说是中医的第一人 我们现在全指望你呢 你这样说 让我压力好大呀 叶好全苦笑了一声 叶医生才没压力呢 你的医术已经达到了 世人很难达到的境界 有些时候 我真怀疑你是不是神仙 刘晴笑道 凡人一个 看到美女的时候 也会忍不住多看两眼的 叶好全开了个玩笑 叶医生真会说话 我们医疗组里三十多个人 有一大半是妹子 现在好多人都等着 和你见面合影呢 你这样说 有些夸张了 我又不是明星啊 叶好选苦笑 她才不相信这些呢 这个女人一定是开她的玩笑的 我可没开玩笑 你看 她们已经过来了 刘晴向前一指 医生 哎呀妈呀 真的是医生 我见到医生了 我要去跟她合影 走开 别推我在你前面 我先 说话间 一群女人嘻嘻哈哈的跑了过来 她们都是这次医疗小队的随行人员 她们见到叶好轩 简直就是看到了羊的狼一般 全部扑了上来 弄叶好轩一个措手不及 没办法呀 叶好轩在医学界的影响太大了 不要说是医疗体系的人 就算是与医学不沾边的人 看到她也会忍不住多看几眼 眼下这些妹子们几乎要把叶好轩给撕了 最后还是留情给叶好轩起了围 你们这些发痴的人 以后不要说是我带出来的 一个比一个发痴 真丢人 刘青呵斥了一声 不过她还是挺有慰言的 她这么一呵斥 这些医疗组的妹子们果然安分得多了 但她们还是双眼放光地看着叶好轩 时不时地给叶好轩抛个媚眼 叶好轩简直哭笑不得 真的 以前她还真的不知道自己居然这么受欢迎 这下好了 饭也不吃了 整个餐厅里面显得有些闹哄哄的 一群女人吵着闹着要跟叶好轩合意 要签名 这让叶好轩有些尴尬 她不是明星 她真的过不习惯明星的生活 对于要签名的 她也没有随身带笔 结果是某个小护士的眉笔借给了她 她这才算是签了几个名给这些人 卡迪德也来用餐 不过华夏的东西她吃着有些不太习惯 她只吃了一点便作罢了 刚刚大病出狱的她本来是不适合这么远长途巴士的 只不过她急着要求回到自己的家乡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感觉怎么样 叶好轩问 除了浑身没有力气之外 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其他不舒服的 卡迪德道 我好奇你的华夏语 学得怎么这么好 难不成你早就预料到 自己有一天会来到华夏吗 叶好轩对于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没有 我的华夏语是来华夏之后才学的 也就一个星期的时间 厉害啊 你能学得这么快 叶好轩有些吃惊 难不成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天才吗 不 不是那样的 卡迪德摇摇头 我有很强的感知能力 当我和一个人接触的时候 我就会了解他的一切记忆 只要是他脑海里的东西 我都会在这一瞬间得知病消化掉 我来这里之后接触一个人 就能懂得你们的语言 真厉害 叶好轩佩服地说 不过 你这样窥探别人的记忆 貌似不大好吧 毕竟每个人都是有隐私的呀 我不会窥探别人的隐私的 我没有这个爱好 我只是了解一下 他所在的国度的文化罢了 卡迪德摇摇头 那我呢 你看到我的隐秘了吗 叶好轩问道 嗯 看不到 卡迪德摇头 你的精神力太过于强大 强大到我根本就没有办法窥透的地步 我的能力穿透不了你的精神力 那我真的有点怀疑你的能力了 叶好轩不怀好意地笑道 你不要质疑 我有这个能力 卡迪德一本正经地说 真的 我不开玩笑 那 你看到餐厅那个服务员了没有 叶好轩向一位服务员一指 看到了 卡迪德点头 那你说说 他今天穿的内衣是什么颜色的 这 就算是传说中神转式的卡迪德 也被叶好轩这个无耻的举动给弄得有些懵了 你可千万不要当真 我只是开玩笑 而且 华夏的女人 你千万不要随便地窥探 叶好轩哈哈大笑 为什么 卡迪德不解 因为他们会感觉到 你在注意着他们 这种感觉就好像是 他们觉得有人在偷窥他们一样 叶好轩认真的说 这不可能 我的神力是天生的 他们不可能感觉得到 卡迪德不太相信地摇摇头 别不信 华夏女人的地流感是特别强的 叶好轩认真的说 以后和华夏的女人接触有点多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 偷窥他们的时候 不要被他们发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